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段 Another significant type of telling bodily gestures is connected to love 好 这边我们知道another它的意思是另外一个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蛮重要的形容词 这个字我们念成significant 好 那significant它的意思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有意义的 也可以翻成重要的显著的 所以呢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种类 好 就类型type 这个字我们知道它可以当作类型 什么的类型呢 of telling bodily gestures 所以呢 各位同学要特别注意到的是 这边的of 它是一个介细词片语 当作形容词修饰前面的名词type 什么样的典型 什么样的类型呢 telling bodily gestures 叙述着身体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呢 我们念成bodily 那bodily这个字其实蛮简单的 它呢 是源自于另外一个字 这个字呢 就是body 那我们知道呢body呢 是身体 好 把y去掉再加上i 而y就变成它的形容词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肉体的 或者是身体的 好 这边呢 它说呢 是叙述着 说着身体的一些姿态 身体的一些姿势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变成gesture 它可以当作动词做手势 它也可以当作名词叫做姿势 或者是姿态的意思 所以呢 会叙述着身体的姿态 是什么意思呢 表示说呢 我们心里面想的一些事情 它可能呢 会透过我们的身体的一些姿势 一些手势 然后呢 不断的会显露出我们内心里面真正的意思 好 所以呢 这边要特别注意到了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的B动词是is 很多同学会觉得说 gesture这边不是复述吗 那为什么这边用is 而不是用or呢 好 特别要提醒同学的意思 因为这个句子呢 真正的主词是在type 真正的主词在这里 type 它是一个单数的名词 第三人称单数 所以我们B动词要用is 那这边的of telling bodily gestures 它其实是一个介系词片语 当作形容词来使用 用来修饰前面的type种类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个字呢 这个字呢 念成connect 它的意思呢 是连结或者是连接 好 它的意思是a与b有关的意思 所以我们常常呢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句型 a be connected to be 表示a与b有关 那这样子的用法呢 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种也是蛮常见的 就是a be related to be 那除了related之外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动词 be linked 好 像这个都是跟与什么什么有关的意思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蛮常见的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这个也是表示a与b有关 好 所以呢 另外一个重要的 会显入内心活动的身体姿态的种类 是跟爱情有关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句 in the case of romantic feelings people's bodies subconsciously provide an indication to someone to whom they are attracted to 我们看这个句子 一开始呢 给了我们一个片语 这个片语呢 是in the case of 好 那in the case of的意思呢 我们中文可以把它翻成就什么什么而言 这个时候的case我们可以用terms 但是这个term比较特别提醒同学的 就是它要加上s就是表示就什么什么而言 那在这边呢 它也可以呢 翻译成关于或者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那在这边呢 我们就把它翻成 在这些呢 浪漫的感受的情况之下 romantic这个字相信很多同学都知道了 它的意思指的就是浪漫的 好 在一些呢 浪漫的情愫 浪漫的感受的情况之下 人们的身体subconsciously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念成subconsciously 好 在讲这个字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字 这个字呢 念成conscious 那conscious的意思呢 表示有知觉的 神智清醒的 但是呢 当我们在这个conscious的前面 加上一个字首 这个字首就是sub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字就会形成另外一个意思 它的意思呢 就是浅意识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sub原本它是一个字首 它的意思呢 可以等于under的意思 好 所以我们知道呢 有一种交通工具是在水底下跑的 叫做submarine 对不对 submarine就是在水底下的 marine就是跟海有关的 sub就是下面 在海的下面 那就是潜艇 海底的 英文就念成submarine 所以呢 conscious这个字呢 是有意识的 那在有意识的意识之下 那我们中文就翻成下意识的 潜意识的 所以这边subconsciously就是在subconscious的 后面加上一个字为ly 就变成它的副词潜意识地 所以说呢 人们的身体呢 会潜意识地提供 provide 是提供的意思 提供了一种indication 好 我们看看这个字 这个字呢 念成indication 它的意思叫做指示 指点 也就是说呢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人们呢 会提供一种暗示 一种指点 那这个字的动词就是indicate 表示 显示 或者是暗示的意思 它为呢 人们的身体呢 会提供一种暗示 给某一个人 to someone 这个人是谁呢 to whom they are attracted to 好 那现在重点来咯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to呢 to whom 是为什么呢 好 这边呢 我们要先从另外这个动词讲起 这个动词念成attract 它原本的意思就叫做吸引 那我们说呢 a 受到b的吸引 那英文怎么写呢 be attracted to be 好 a 受到b的吸引 你要加上一个介细词的to 那在这边呢 a 受到谁呢 这个someone 受到那个人的吸引 所以原本这个to 它应该是在be attracted to 那因为呢 这边有一个所谓的关系代名词 我们可以把原本这个介细词 跟着关系代名词 一起来到它的全面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关系代名词 其实它就是意识 就是等于前面的someone 某个人 哪个人呢 他们呢 觉得会受到他吸引的那个人 所以说呢 我们呢 常常呢 会呢 仰慕别人 会去爱慕一个人 其实我们的身体的肢体语言 其实是在潜意识之下 是相当的明显的 所以同学要特别注意到 这个to whom the to 是为什么而来 好 接下来它说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eir eyes do most of the talking 好 那这边呢 有另外一个片语 那在讲这个片语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字 这个字呢 就是circumstance 好 circumstance这个字呢 原本的意思呢 中文我们翻成情况 或者是境遇 那在这边的片语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好 提醒同学 这边呢 你要用复述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好 英文就念成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eir eyes do most of the talking 他们的眼睛呢 会怎么样呢 做了大部分的说话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的眼睛呢 会泄露出 会说出大部分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知道呢 这边的do 后面呢 可以再加上所有格 或者是呢 加上一个定罐词的 再加上动名词 这个我们在之前 曾经学过 表示呢 做这样子的动作 好 所以他们的眼睛呢 会做大部分的 说话的动作 那表示呢 他们的眼睛呢 会说出大部分的 这个人真正内心的感受 怎么说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 他说 Initially they may glance at a person from afar and for just slightly longer than normal 好 我们看这一个句子 一开始呢 给了我们一个副词 这个副词呢 念成initially 那initially这个字呢 指的就是最初 或者是开头 它的形容词 就是念成initial 开始的最初的 那我们知道呢 我们的名字呢 通常第一个字母呢 就是起手的字母 他这个字母 第一个字母 我们英文也可以念成initial 好 其实这边还可以等于in the beginning 好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they may glance at a person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边呢 有一个动词 这个动词呢 念成glance 那glance呢 可以当作撇 就是眼睛呢 去瞄一下 去撇一下 英文就念成glance 它也可以当作名词 那这边通常 我们可以当作名词的时候 我们有个片词 take a glance at 某人 就是瞄了某人 或者是撇了某人 一下 那这边当作动词 你们发现 它的介细词 一样的 要用at 这个介细词 所以呢 一开始呢 他们可能呢 会呢 会瞄 撇一个人 这从什么地方 来去看 瞄一个人呢 from afar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副词 念成afar 它的意思 中文翻成遥远地 那同学应该很清楚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字其实就是a 再加上far 那far原本的意思 就是远的 也可以当作遥远地 那afar跟far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我们要加上 介细词from afar的时候 你就不可以念成from far 你一定要念成from afar 一定要搭配afar这个字 所以一开始呢 他们呢 可能会从远处 去瞄一个人 and for just slightly longer than normal 而且呢 会怎么样呢 他们瞄这个人 从远远的地方 瞄这个人呢 for just slightly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字 念成slightly 它的意思就是 轻微地稍微地 稍稍地比较久 比什么还久呢 比一般的情形还久 你对于一般的 你没有兴趣的人 你可能就是稍微这样子 眼睛冲冲一瞥 就过去了 但是一开始 当你看到你喜欢的人 他对你有吸引力的时候 你的眼睛会停留在 他的身上 than normal 比平常的时候 会稍微久一点点 好 所以呢 这个normal 指的就是正常的 正规的 好 我们补充一个字 在normal的前面 再加上一个字首 这个字首呢 就是ab abnormal 指的就是不正常的 因为我们知道ab这个字首 就是等于not 不的意思 好 接下来他说 afterward they may look away and eventually rest their eyes on him or her again for a lengthier period afterward 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好 这个字呢 同学如果仔细看 它其实就是两个字 合并的 一个就是after 一个就是word 对不对 它的意思 我们中文翻成以后 后来 一开始 是稍微看一下 比一般人的停留时间 还要再久一点点 但是接下来 以后 后来 they may look away 他们呢 就会怎么样呢 就把他们的眼睛呢 稍微怎么样呢 把它移开 look away away是离开的意思 所以look away 就是说呢 看了一下 假装不在意 把他的目光呢 把它移走 但是 eventually 好我们看看 这个副词念成 eventually 好 eventually的意思呢 指的是最后 最终 我们可以等于 几个蛮常见的 比如说 in the end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finally 这个东西呢 都是等于 eventually的意思 他们呢 最后呢 会怎么样呢 最后 会rest their eyes on him or her again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字 这个字 其实很简单 rest 原本是休息 使什么什么人 休息 例如说你走路累了 你让自己呢 在路边的一个椅子上面 休息 那就是rest 那我们常常会有个片语 英文就念成 take a rest 它的意思呢 就是休息一下的意思 英文念成 take a rest 那这边呢 有另外一个用法 就是rest 一个受词 再加上 on 它的意思呢 就是把什么什么东西 放在什么东西的上面 休息 就是停留在那个东西上面 那这边呢 是呢 把他们的眼睛 停留在这个男生的 他 或那个女生的 他的身上 再一次 again 所以说呢 他们一开始 会稍微瞄一下 稍微久一下 然后呢 再把目光移走 但是最后 他会呢 把他们的眼睛呢 放在他所喜欢的人 的身上 好 放多久呢 for a lengthier period 好 那我们知道for 后面呢 通常呢 就是要接 所谓的一段时间 好 不管这个时间是长 还是短 只要是 超过一个单位的时间 那你接细词 就要搭配for for a lengthier period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字 是lengthier 主要lengthier这个字 其实它是从lengthy 这个字 演变过来的 它的意思是长的 那这边的ier 因为它是比较急 所以我们把y去掉 再加上ier 就变成它的比较急了 好 那这个字呢 其实是从length 这个字演变过来的 它的意思呢 指的就是长度 它当作名词 它的意思呢 叫做长度 那这个字呢 其实就是从形容 是long 长的 这个字来的 好 那长度这个字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字 同学必须要知道的 就是在length的后面 加上en 这个字 我们就念成lengthin 它加到en之后呢 就变成了动词 中文翻成使家常 使言场的意思 好 所以呢 他们呢 最终呢 会他们的眼睛呢 会呢 再一次的放在 他们所喜欢的 那个人的身上 而且呢 会停留更久的时间 好 那这个period 好 period呢 它原本的意思 指的是一段时间的意思 所以这边呢 for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它其实这边 省略掉了两个字 就是a period of time 就是一段时间的意思 好 接下来呢 它说 Futhermore they automatically track or repeat his or her actions without even knowing it 好 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字 这个字呢 念成furthermore 它的意思呢 中文翻成 而且此外在者 其实这个字 就可以等于besize OK 这个是很常见到的一个字 好 所以说呢 还有呢 另外一个 就是in addition 好 像这些都是此外 在者的意思 所以说呢 它说呢 此外呢 they automatically 好 他们会自动的 潜意识的 好 毫无意识到底 这个字 我们英文就念成 automatically 它的意思是自动的 无意识的 不自觉的 也可以当作机械的 所以我们知道 有些门是电动门 对不对 automatic automatic的意思 中文就是自动的意思 那这个字呢 就是auto 也是自动 那你记不记得 我们说呢 automobile 指的就是汽车 你也可以直接把这个mobile 把它取消掉 用auto 也可以来当作汽车的意思 好 所以呢 接下来呢 此外呢 他们呢 会怎么样呢 无意识的 track or repeat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动词念成track 它的意思呢 可以当作跟踪 你的眼睛呢 会跟着你的眼球 会跟着什么东西跑 那个动作 英文就念成track 它也可以当作轨道 或者是呢 在森林里面 树丛里面的一些轨迹 英文也可以念成track 而且呢 或者会重复着 它的活动 好 它的行动 好 这个repeat 这个字 来我们看一下 它的意思就是重复 他们呢 就会怎么样呢 重复着什么呢 那个人的动作 his or her actions 这个actions 指的就是动作的意思 而怎么样呢 甚至都没有知道 这件事 甚至呢 都怎么样呢 会不知道 他们呢 自己在做这件事 也就是说呢 他们会把自己的目光 放在他们有意思的 或者吸引他们人的身上 而不自知 without 就是没有 even 是甚至的意思 甚至呢 没有知道他 这个他是什么呢 就是眼睛会放在 他们身上的时间 更久的这件事 而不自知的意思 好 接下来他说 if he or she sits back they will follow suit 好 他说呢 if he or she 假如呢 对方sits back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片语 叫做sit back 那这个sit back呢 我们中文呢 就把它翻成 往后靠着做 好 就是有时候呢 我们呢 要想要放轻松呢 那个觉得坐直了 久了之后 会觉得腰有点酸 我们就会呢 往后面的椅背 靠着坐 英文呢 我们就念成sit back 往后靠着坐 假如对方呢 不管是男的女的 往后靠着坐 they will follow suit 他们就会怎么样 跟着坐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受到他的影响了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follow suit 就是照着坐的意思 对方呢 如果蹲下来 你可能也会不自觉的 自己蹲下来 对方呢 往以背这么一靠 你不自觉的 也会照着做 If that person takes a sip of water they will probably do the same 他说呢 假如那个人 也就是说 他们喜欢的那个人 take a sip of water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片语 我们先来看这个字 念成sip sip指的就是错语 就是一小口 喝一小口 英文呢 我们就念成 take a sip 好 所以呢 对方 假如对方 喝一小口水 they will probably 他们有可能呢 也会do the same do the same的意思呢 就是做一样的事情 好 最后一句 他说 Aside from copying behavior they often can't help pointing their feet and the shoulders toward the one they adore or standing closer to the object of their affection than to others 好 我们看这一句 Aside from 这个片语呢 其实以前呢 我们已经学过了 它的意思 我们中文就是 把它翻成 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跟我们刚才讲到的 in addition to 的意思 是一样的 好 所以他说呢 除了呢 会去模仿 copy 这个字 原本就是模仿的意思 那为什么要加ing呢 就是因为前面 有个介细词 from 所以你后面呢 要把动词 加上ing 好 他说呢 除了模仿别人的 对方的行为之外 好 行为 behavior 这个字 念成 beb behavior 指的是行为 除了模仿 对方的行为之外呢 通常 they often can't help pointing their feet 好 我们看一下 can't help pointing 好 那这个片语呢 出现的机会 也蛮长的 所以同学呢 必须要稍微 花点时间呢 注意一下 can't help 后面呢 接上动词 加ing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 经不住 或者是忍不住的意思 好 他们经不住呢 忍不住呢 会怎么样呢 point 好 point这个字 指着的意思 好 例如说呢 我们手指头会指着 什么人的指 瞄准 指出 对准什么 英文就念成point 那这边呢 can't help pointing 他们呢 忍不住呢 会把他们的脚 their feet 我们知道有脚尖 对不对 会把他们的脚尖呢 指向 谁呢 指向 那个人 那个人 他们所喜欢的人 他们除了呢 会忍不住呢 把他们的脚尖 指向对方之外 还有呢 也会把他们的 shoulders 就肩膀 往 他们所喜欢的 toward 指的是朝向的意思 朝向那个人 那个人是谁呢 that they adore 除了用that之外 你也可以用who 那个他们所喜欢的人 好 那adore这个字 指的就是爱慕 崇拜的意思 用来修饰 前面的先行词 the one 而且呢 或者standing 好 他们呢 会怎么样呢 standing closer 注意哦 这边的standing 其实前面 省略掉了 can't help 这两个字了 因为我们知道呢 can't help 后面呢 要接动名词 所以这边呢 or 它是一个 对等连接词 所以呢 前面连接的是 pointing 它后面 当然动词 也要接动名词 or standing closer 他们呢 会忍不住呢 站着 怎么样呢 closer to 好 那我们知道呢 close to的意思呢 指的就是 靠近的意思 他们会站着 靠近的那个目标 object这个字 它原本可以当作物体 在这边呢 因为对方是人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成 所谓的目标 就是他们喜欢的 那个人 ok 所以呢 他们会站着 靠近的那个目标 哪个目标呢 of their affection affection 指的就是爱情的意思 爱情或者是爱慕 他们所爱慕的那个目标 他们会站着 靠近他们 跟谁比起来呢 then to others 跟其他人 哪些人 他们不爱慕的那些人 好 所以你们发现 这边为什么加上一个to呢 就是因为它前面呢 有一个to 一个是to the object 另外一个就是to others 好的 所以我们知道呢 当你呢 对一个人 有爱慕 产生一个爱慕的感觉 或者是对你 很有吸引力的时候 其实不管是你的眼睛 你的眼神 或者是你的手 或者是你的脚尖 或者是其他身体的部分 其实都会有产生一些 你可能都不知道的变化 好 那么我们这一段 就讲解到这里